刚才 你为什么 一直不验我 这么早 验出来 就没意思了 我回去上厕所 好 说话 跟哪儿靠那么近 老天 耳朵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今天朋友生日 这么巧啊 对啊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 我朋友过生日吗 刚好就在唱歌 那你今天什么时候走 要不我以为送你回去 不用 不用 你跟你朋友继续玩吧 我到时候坐夜书威车 回去就行 夜书威 对啊 今天过生日就是他同事 这么客气 同事过生日还要让你过来啊 客气吗 本来就是可以带家属 不过分吗 谢先生 你这个词用词不当吧 入戏太深 容易被人家当戏亲呀 好像 有人觉得自己知道的很多 你们节目结束以后 不就应该分手了吗 谁跟你说我们要分手 我们俩 要继续地练了 第二季 你怎么又要参加啊 怎么没跟我们说一声 你怎么又要参加啊 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今天在这里 有人质疑我们两个要分手 事实地澄清一下理 这边算成了 我送你回家吧 走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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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呼吸新鲜空气 顺便陪你走到家门口 郁总 应该已经跟你说了 下一季节目的安排和计划了吧 嗯 所以你刚刚说 你决定继续去下一季 也是真的吗 怎么 你不想参加 不是 我是觉得 你好像不是这样的 这么说 你很了解我了 那你说说看 我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吧 你应该是 不是让人控制你 然后 也不喜欢别人干涉你的生活 而且 你也不愿意去做违背自己意愿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你肯定也不愿意更多人误会我是你女朋友 我的确不愿意 嗯 这种做戏的节目 肯定会给人压力很大的 那怎么办了 你不想赚钱吗 不想实现你的生幽梦吗 这一季 可是有奖金的 我当然想赚钱了 只是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嘛 那 你又是不愿意 那我就不做了呀 毕竟如果这样给别人造成麻烦 心里也是不高兴的 所以说 调教大陆通罗马 总有别的办法 其实 这个钱并没有这么难赚 你还是可以继续你的学习 实现你的梦想 那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是愿意去还是不去啊 你听清楚 我不愿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我不愿意被别人控制 不愿意不相干的人 来打扰我的生活 但是 有一点 倒是被你说中了 那就是我再也不愿意让越来越多的人 误以为你是我的女朋友 反正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 第二季的节目你是会去参加的 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 我还有一个问题 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不能谈恋爱 你也同意啊 我接下来不是要跟你谈吗 那你爸妈提起来怎么办 那你爸妈提起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过问我的私生活 如果真的问起了 我会如实告诉他们 那 那行 我 我会知道 你这么快就不过 你不过 你提醒了 也不过 你不过 你不过 我还不过 他不过 我还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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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过 我还不过 我还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